难怪杨过不娶郭福 你看耶律奇叛变之后 郭福又嫁给了谁 随着杨过小龙女缓缓走下华山 这一步跌宕起伏的神雕侠侣 就此落下了剧中的帷幕 杨过看似和小龙女终成眷属 襄阳城也看似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戏读过原著的朋友会知道 一切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 尽管金庸在后续之作《倚天屠龙记》里 跳过了近百年的时间 但通过灭绝师太和周植若的对话 我们还是知道了郭靖黄龙夫妇战死襄阳城的消息 原文学道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遜难 土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是当时身在西川 呆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以为时不及 显而易见 金庸对郭靖之死一笔带过 然而一些细心的读者还是根据真实的历史 窥见了郭靖战死的秘密 原来耶律奇的父亲耶律楚才和蒙古人的关系极其暧昧 忽必烈率兵卷土重来之时 贪生怕死的耶律奇做出了通敌叛变的举动 其次 金庸在原文里提及了郭普露跟着郭靖夫妇一起战死 为何唯独没有讲明郭福的去向 要知道的是 郭福虽然是配角 但他在神雕时代的戏份绝不亚于郭湘和郭普露 更重要的是 黄荣一向对郭福疼爱有加 当年郭福蛮性发作斩断了杨过的一条手臂 黄荣竞趁郭不备 点了他的穴道之后 让郭福骑着小红马扬长而去 因此 当蒙古人即将攻破城池之际 黄荣舍得让郭福陪着自己一起战死吗 凭借黄荣的聪明才智 他必定有办法让郭福全身而退 另一边的小龙女也充满了变数 在《神雕侠侣》的原文里 金庸明确写道 小龙女体内的剧毒已经深入五脏六腑 就算是灵丹妙药也无力回天 既然如此 小龙女如何能靠寒谭的白鱼 将体内的剧毒去除干净 答案只有一个 小龙女只是借着寒谕暂时压制了剧毒 随着小龙女跟着杨过离开了绝情谷 小龙女最终毒法失望 死在了古墓 郭福的夫君叛变头敌 杨过的妻子撒手归戏 青梅竹马的二人 如果再次邂逅 会不会擦出爱的火花呢 不少女读者认为 郭福最后改嫁给了杨过 二人甜蜜地在古墓里度过了余生 不过 很多难读者却表达了截然相反的意见 首先 杨过如果娶了郭福 他的后人黄山女为何在少林寺 对群雄说神雕侠侣 绝技江湖这句话 其次 黄山女每一次出场都会传来 秦骁合奏之声 他的八位侍女也会根据 五行八卦的阵位分别站立 也就是说 黄山女不仅惊痛音律 还对五行八卦颇有研究 可反观郭福 他以鲁莽暴躁著称 琴棋书画和七门盾甲 和他亚根旧占卜上面 更让读者们如耿在喉的是 郭福曾手持利剑 硬生生地将杨过的一条手臂斩落 就算小龙女独发失望 以杨过那狂傲偏激的性格脾气 他会冰斥前嫌 和郭福结尾夫妻吗 尤其是在金庸的塑造之下 杨过特别痴情 特别专一 当年16岁的郭湘 聪明又漂亮 可杨过简直无话不谈 如影随形 可杨过依旧坚守了最后一道防线 直到在绝情谷谷底 和小龙女久别重逢 既然郭福没有嫁给杨过 痛失父母又被前夫抛弃的郭福能去哪里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 郭福急需一个庇护所 凭借郭福的美貌 让他改嫁不成问题 在神雕的后期出现了一位亲男子 此人正是万寿山庄的史书刚 史书刚的武功不弱 他身受重伤 还能应接杨过一掌 引起了杨过的刮目相看 其次 史书刚还能操控群兽 在战火纷飞的末世时代 算得上一门看家本领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史书刚最终成了杨过的小弟 即便杨过退出了江湖 史书刚依旧知道杨过和国家远远颇深 当襄阳城爆发战事之时 史书刚率领群兽冲进了襄阳城 此时的黄荣知道大势已去 正为郭福的安慰苦恼 眼见史书刚骑着花豹犹如天神下凡 黄荣灵机一动 让郭福跟着史书刚骑着花豹一起逃出了襄阳城 半年之后 郭福和史书刚日久生情 二人很快结为夫妻 从此生儿育女 共同打理丐帮 凑巧的是 在金庸的改动之下 以天时代的丐帮帮主 伊律渊如被删除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 一位叫做石火龙的平庸人物 石火龙武功平平 悟性也不高 连降龙十八掌都练不全 可他何德何能 居然能出任丐帮帮主之位 如果将石火龙 理解为郭福和史书刚的后人 是不是一切都说得通了 毕竟郭静谜天下 石火龙身为郭福的后人 他出任丐帮帮主之位 自然能得到江湖群雄的拥护与支持